中国四川成都的政经界在近期出现罕见的大地震 成都市委组织部的网站在8月13号一天之内就挂出了44条人事任免通知 涉及51名干部任免 其中王立军案的审判长 成都市中级法院的副院长也被宣布免职 对此分析认为这是中共当局在扫荡周永康与四川的盘根错节的势力 同时也是在为新班子立威 据中国江苏网消息 四川当局公开的任免通知中涉及了大量政治和经济界人士 其中在国资企业方面 成都建筑工程集团、成都市新荣集团的三名高管全部被免职 消息还特意提到通知中不再称呼以上三人为同志 有知情者透露 在中共组织系统语言体系里 这意味着这些人已经被双开 早前网传自去年12月 四川省委员副书记、成都市委员书记李春成被中纪委调查后 就有多个成都市属国资企业领导人被细检部门带走调查 而上述三人也被牵连其中 此外任免通知中 成都城建投资管理集团、交通投资集团 以及成都银行等市属国企的高层都发生了变动 评论人士多认为 这次四川成都大规模人事调整表面上看与李春成有关 但实际上更大的矛头指向了他背后的主子 曾经担任过四川省委副书记的中共原政法委书记周永康 最近整个中国的官场发生一些变化 和预言常委、政法委书记周永康相关的在四川的势力 从李春成开始就有变化 就有很多波及 这些跟他有关系 关系很深的 包括他的前秘书处理了 但是风头是从李春成开始的 李春成是在那角度比较深的一个官员 从李春成开始之后一直少当下来 同一时间成都官场尤其是纪检系统也进行了大换血 包括成都市监察局第一检察分局局长周永川 在内的10名官员职务都有了一定调整 而此前在今年6月底 当局还曾公布过12条干部任免通知 其中有7条是纪检系统的人事变动 在13号的公开任免通知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成都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钟尔浦被宣布免职的通知 去年9月 钟尔浦曾经作为主审法官审理过原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案 不到一年就遭到罢免 令很多人为中共官场的变化莫测而感叹 评论人士指出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误以为中共当局对四川进行的大规模人事调整是在反腐败 但了解中共体制的人都知道 这就是对民众最具欺骗性的假反腐 它都不是真正反腐败而是一个权力斗争的一种需要 所以从宏观角度来讲中共反腐败首先是一个假的操作 是一个政治斗争的作秀 做给人民 做给公众看 其实他没办法实际上反那个腐 反就是反他自己 那这里边就有一个问题 谁被弄出来作为反腐的把子 就办是政治斗争的失败者 时事评论员王北继指出 中国腐败的根基是权力腐败 腐败的权力去监督腐败的官员 是肯定达不到真正反腐败目的的 中共若是想真反腐 就应该马上放弃一党专政 把权力交还给人民